仙子只是一个不小心 居然让男人一个闪现近身 玉京被猛地扯掉 惊呼声中仙子露出洁白的身躯 而男人叫嚣不怕被看光就过来打我 还有看不出姑娘看着挺保守 衣着倒是挺大胆 而一切只因本是现代死宅的处生 刚放暑假便玩了一款全能修仙游戏 为了通关游戏获得神秘大奖 处生在游戏里无所不用其极 因此把整个修仙世界得罪了个别 哪只神秘大奖居然是进入游戏世界体验一番 穿越通道开启宿主符吻坐好 第一站便是郑天蒙的内院 过程很是草率 当然这些不是重点 自称是系统的月饼 表示若想回到原来的世界 需要从头开始修炼至大成七才能实现 翘梨蛙 我能活到那个时候才管 而这是巡逻弟子听闻动静的 处生慌不择路 匆匆跨进一个小院 本以为屋中没人下一刻察觉 阵阵香气飘散 原来是刚刚沐浴完的妹子 裹着浴巾狂狂 而她正是郑天蒙首席弟子安然 自出生以来妹子何曾受过词等冒犯 因此二话不说 劈手便是一件 处生一边躲闪一边表示姑娘有话好说 然而手中也没闲着 既然如此就别怪在下 对不住了说完一把扯掉玉姬 这下我看姑娘还怎么动手 是想被看光还是放任在下逃走 我的那条玉姬可是非常非常怪 这特魔什么脑回路啊 而看出妹子用的水灵剑式 正是自己玩游戏时所说 以威力巨大 启动速度迅速而闻名天下 不过作为创造者处生自然知晓 其致命缺陷 高爆发是有代价的 崩库的威力回忆攻击波刺递解 等招式到了尾声 即便是烦人也能轻易接下 我就说了姑娘有话好好说 而且姑娘怕是买到的是个脚 我打只一个逼都删来 蹬徒子 你都干了些什么 这可是我高价买来的零件学渊啊 快说你要怎么赔我 七天之后就是宗门会考 没有零件我怎么对付外门的张宇航 就在这时那条很贵的郁金华 楚生散发贤者圣光 虽然我现在没有钱 但请相信我会想尽一切办法赔给你 还有姑娘如此圣洁 此事若传出去怕乌了姑娘的名声啊 他说的也对 还有能轻松毁掉零件 此人定不简单正好以此要挟一番 放你走到也不是不可 可是除了赔偿零件 你还要答应我一件事 七天后便是郑天蒙的弟子会考 冠军奖品是一把上品零件 而这次会考是二对二组队比武 没错 我的意思是你必须陪我夺冠 白巧师姐手身如玉千年 如今却被一个男人毁了清白 然而尝到甜头的师姐并没有将气责怪 反而当众宣布要与男人结为道理 就在刚刚 看到新买的零件被砸成废体 仙子以此要挟楚生帮自己再会考夺冠 因为冠军奖品正是一把上品零件 还有灯徒子你看够了没有 把脸转过去 真是的 明明啥都看过了还这么小气 还有那柄零件虽然是重中之重 但今晚损坏的家具你也得照价赔偿 楚生无语貌似是你自己砸坏的 却见仙子摸出一块令牌 以我的身份里偷溜进我房间的事 怕是要捅到持盟主那里吧 难道是正天令 传闻岂可号令正道百门而持有者只有三人 下一刻思绪如潮水般涌入楚生的脑 曾经自己为了通关而搅翻这个游戏事件 无论是魔道魔尊还是东方妖帝 帝或是西方神皇 还有轮回阎君通通通被自己攻略 然而最让自己放不下的只有先到正天盟主 也就是对自己用情置身的池小小 记得当初他欣喜地表示 终于有人愿意加入正天盟 最重要的是安姑娘 也是我池小小的第一个弟子 拉回思绪楚生怅然若是原来是你啊 正天盟首席弟子安然 切原来你这不长眼的家伙还知道我的名号 既然好死不死偏偏进了他徒弟的屋子 那就表面先答应再找机会逃跑 可也没必要把我关起来吧 好歹给床被子 那个话说这个世界的衣着倒是很是新潮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道女生想不到宿主 还有这种品好 则之妹子正是倒霉系统楚生终于找到了出气头 把我丢到这么危险的地方 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 而且我之前招惹的都是先王圣主你给我个金丹有毛用 夜长梦多天明必须跑路 呵呵正道蒙师姐又如何 我为何要乖乖听你话去练武场等你 然而爱看热闹的秉信影响了老六逃跑之路 然然你真的不考虑和英俊帅气的我组队 说话之人正是外门首席弟子张宇豪 相信你和本公子搭配 必是天造地设一对 众人无语又是这个家伙 家大业大也就算了居然还敢打师姐的主意 谁让人家有个大宗师级别的爹啊 作为弟子我们可是惹不起 而安然屡次被欺侵扰也是不胜其烦 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 信不信我张家明天就断了对郑天蒙的资助 这家伙居然还要挟我 看样子得想个办法摆脱 就在这时处生露出马脚你给我站住 你最好解释下为什么会顶个草原出现在这 还有逃跑之事一会再说现在老实点配合 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 那个我叫秦兽 很好 安然笑意盈盈不好意思 关于组队的事忘了和大家说了 我昨天就说好和这位秦兽学弟一组 这个什么秦兽 我会让你后悔来到这个世上 只因仙子的身体被男人看了一个彻底 为了保全清白只能对外宣称 他是自己心结的道理 随后还要与自己组队参加比武 而为了保险安然带他签下气数 处生则留下了另外一个名字秦兽 师姐你让我用血来按个手印是几个意思 呵呵还不是因为你总想的逃跑 这可是魔教引进的心魔血是如若违背会当场嘎掉 糟了这下跑不掉了 再说我一个金丹七打这种生死擂台还不如六分头 等等倒是忘了我是金丹 系统快告诉我 你给的我这金丹修为跟郑天蒙的修饰比起来如何 宿主你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宗门弟子一般都是练气助击欺者居多 就算是顶尖修饰修为也不会超过金丹 话虽如此可那张宇航毕竟是世家弟子手上必有跨界法宝 狗系统你能不能给点钱我去买个房具 安排 立刻满足宿主要求 系统解释以下两个任务完成一项便可奖励一百名时 这什么毛线任务 再说这任务二 我楚生像是那种行不滚之士的人吗 时间过了三分钟 裙子我先完了 还多掀了几个 快给钱脸真的很痛 时间来到城中最大的断宝 店家猛地吹捧自己房具的品质再也找不到第二箭 楚生疑惑这能挡住金丹镜以下的攻击吗 客观请放心 本店假一赔时 哪只楚生修为丢了可肉身强度还在 还没用力就碎了一块你确定没有问题 店家解释可能是工匠锻造师出了问题 要不客观再看看这把零件 我要的是房具你给我一把剑做什么 客观你可不要小看了这把昆灵剑 不仅能够自动护主此剑 甚至能硬杠金丹高手一击 断剑插入地面 两人对视无语 我说就是想宰客也不能这么敷衍 店家心想真是见了鬼的客观 咱们再看看别人 而这时屏风后现出一道黑衣 心想有人找事赶紧汇报邵东家 而令人意想不到段宝阁 居然也是张宇航家的产 此刻费哨正因管家没查出楚生身份 而勃然大怒 下人赶来汇报店中情况 砸店 店里那么多房具你们还怕砸店 邵东家你没在现场 那砸店之人就是把店里的兵刃和房具全砸光了 闻言张宇航便要赶往段宝阁 下人劝道那人必是高手 少爷怕是要吃亏 高手很了不起了 本少爷不去难道靠你这单消息 就在这时低沉的声音响起他说的没错 那人能毁了我所打造的法宝 你去了确实不够他看 而受到轻视费哨居然不敢反驳 只见他躬身一拜晚被张宇航 拜见长老大人 我穿越来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弄坏师姐最心爱的海思 而我答应还钱给他买条最新款式 如今我又一次抱上安然的大头 想他总不能眼睁睁看我出事 就在刚刚 在段宝阁中楚生气急败坏 拿一堆假货糊弄我就算了 还有你说好的假一赔石又怎么交代 店里的东西都让客官砸完了 你让小人拿命赔啊 而看楚生只向盒子掌柜解释那镇垫之宝是非卖品 楚生才不管他 客官真的不可以拿 既然说非卖品那就是好东西的意思 而等看清何中之物 楚生无语这颇东西也算个镇垫之宝 这不就是我玩游戏时换下来的垃圾装备啊 这时张宇航赶了过来 盲目迭命手下把砸垫的家伙给我拿下 等看清正是白天抢自己妹子的楚生 倒是你这家伙自己找上门来了 看本少今天怎么费了你 到时候你就只能在边上看我和然然迈入洞乎 不过别担心 切下来的东西我会打包留给你做个纪念 楚生亲切问候了一声 心急下踢中老六上八 修为丢了可他肉身强度还在 刚猛的力道直接把张宇航镶在屋顶之上 什么意思 碰瓷是吧 大家要为我作证我可是没用力的呀 可方才连街坊都听到了砰的一声巨鲜 其中包括正在逛街的师姐安然 而见识不妙 楚生准备三十六计走围上策 却被一名老者贺挺 砸了我家店铺 还伤了宇航就想这么走了 好恐怖的气势 这老头是什么人 而当看到众人对其毕恭毕敬且称呼长老 楚生暗想张宇航他爹已经是个大宗师 那这准备出手的老头岂不是个地先强者 而看到公事已然近身 慌乱中楚生掏出面具护住胸口 杭博的法力震荡而楚生毫发无伤 黑黑一点都不同 难道这颇东西防御力这么高 而老头也想当然认为是法宝替其挡下一击 倒要看看小辈你的命有多大 说完再次使出杀招 哪知安然现身并替楚生挡下公事 郑天盟内可是禁止私斗的 楚生剑状抱住玉腿 你可要保护好我 我要是嘎了 可就没人还你钱了 安然娇鹤快点松手 还有你倒是说说怎么会惹上张家长老的 可当听说因为假一赔时段宝格不认长 算起来他们欠楚生起码临时几百万 妹子怦然心动 这位老前辈若我师弟所言非虚 我劝你们还是要尽快赔钱的 文言长老脸色阴沉下来 别忘了我张家可是郑天盟最大的金主 而剑前眼开安然此刻已不管不顾 上百万的零食就算今天用出正天令都在所不惜 因此场中气氛变得剑拔弩张 这老头深不可测 让他先动 小妮子能挡住老夫一击 不可小看 就在这时楚生大喊老家伙看这边 欠条我已经让你家少主打好了 三百万准备好改日我过来收账 原来刚刚趁两人对质的时候 楚生瞥见费哨失去意识碰巧身边掉落着纸盒本 因此找机会写下欠条顺便按上张宇航的旨意 趁长老无言以对 两人抓住机会向门口跑去 不是谁都有命马的 就让这小子成为老祖宗复活的容器吧 说话兼面具献出一股妖异之色